好 全国投资大大 大家好 孙冬头 顾为名誉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呼吁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台国大盘的表现 今天台国大盘收涨一个81点 那指数来到10519 那今天这个量也适度放大到 一个1217亿的一个量 那当然我想今天这个盘式 是一个很标准的 一个量价齐昂的一个盘 那我想以今天这个台国大盘 之所以会做个大涨 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还是落在昨天 包括像美股稻小工业指数 已经连续5天改写历史新高 那加上就是说 以在昨天公布了 这个苹果的 这个第三季的一个季报 这是第三个会计年度 跟这个第四季的一个财务 财务的一个预测 就是说针对 就是以财报的一个部分 它在第三季 EPS是来到1.67元的一个美金 相对来讲就是说 比去年去年这个1.42元 也足足成长 这个17.6%之多 那相对我想 实际上公布的这个财报 相对来讲就是 优于这市场的一个预期 这个1.57元 我想实际上 就是说实际上的财报1.67元 也比市场的预期更加表现了一个优异 那当然的话 再以昨天这个美股的盘后盘 盘后盘也大涨一个6% 那这个大涨6% 尤其说昨天的一个苹果股价 是收盘收到150.05元 那你再加上这个盘后盘的6% 这股价已经逼近到160块钱 那相对于又是实际性改写下 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这是怀念全职之后的一个历史新高 那当然我想以今天就是说 台股送到这个美国这个苹果财报 跟这个财测 都表现很不错的一个激励 当然的话也造就今天这个台股大盘 形成一个直接的一个开高走高 跳空一个直接开高走高 那相对于也说在今天的一个最高点 那毕竟我想在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其实我老师 我们这一路以来很清楚的 跟各位强调 我们的策略依然做多不变 做多不变 那尤其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我想各位就是说 包括像以全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 这个基本面的一个状况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依然表现得非常非常不错 那相对于就是说 以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我想这个 一只一只的一个黑天鹅 黑天鹅相对来讲都已经不见 那相对目前这个不管是说 像国际的一个盘势 跟台股的实际上状况 黑天鹅不见的一个后续 那当然的话 也没有这种叫做系统性风险的 一个利空干扰因素 我想各位造就这个盘 都还是持续性 这一路以来我们带给各位 这个做多不变的一个策略 那尤其我们在最近这两天 我们已经很清楚跟各位做强调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这个创高的这个几率 已经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因为毕竟我想就算今天这个大涨 指数来到这个10519 我想距离前一波高点10545 还没有去做到越过 那相对于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修正 前波这个低点10283 一样也没有去做跌破 那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是把这个盘 界定为一个叫做高档的一个震荡盘 那当然话 就以一个你站在多方 还是站在空方去做思考的一个问题来讲 以现阶段我想我们刚已经跟很清楚 跟各位做强调 既然全世界已经看不到这个黑天的这个当下 所以说目前没有那些利空因素这个干扰 我想这个没有没有这种问题 那相对来讲 有的只是一个叫做信心的一个问题 信心的一个问题 我想是这个阶段点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不敢去说做到这样介入 买股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毕竟我们在以往 也都跟各位分享过 这个筹码面 融资融卷的一个变化的实际上状况 那当然话既然就是说 这个盘往上去做到 实际上创高的这个几率 已经越来越大这个当下 那我们的一个策略当中的话 一样很清楚做多不变 那尤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点 就是说欧老师我们从这个今年度 从新春开放盘以来 我们带给各位叫做主流当中的一个主流 当然的话我们就是落在一个叫做 瓶盖再加上洪家军的这些标的 就是在这个阶段点 我们帮各位去锁定 主流当中的这个主流 那当然我想 以今天整个一个盘面 随着这个台股大盘的一个量价奇 我想这些瓶盖三雄 包括像台积电 今天起4块 2317的这个鸿海 鸿海今天涨了两块钱 甚至包括像古王大立光 古王大立光今天股价要改写历史新高 改写这个历史新高 已经来到5810块钱 持续性来做到一趟改写历史新高 那当然今天受到这个瓶盖三雄的一个几率 变成说整个一个盘面上 我想瓶盖的一些相关个股 红通通 那当然的话 这一路以来其实我告诉我们从之前 不管是说从新春开放盘 2月份以来 我们带给各位像6456GIS GIS到现在我们已经做第四趟 GIS到今天股价已经来到300块钱 最高点来到300块钱 进入到300元俱乐部 股价实际在做个改写历史新高 甚至包括像 24174的可乘 今天也都做个大涨 今天起10块 甚至包括像3100的稳貌 在今天的表现形态 今天起5块 这个状况都是相相量力 那毕竟我想 凭盖个股我想到目前为止 依然都是整个一个盘面上 主流当中的一个主流 那毕竟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台股大盘 其实就有一个个股 就有一个大盘的角度来看 就算后续它就做到这样创高 那后续做到这样创高 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10519 其实距离这个10545 其实也不过才几点 30出头点 30点的空间 不到30点的一个空间 那相对于就是说 我们也很清楚告诉各位 在这个阶段点 个股会形成 比较强势的一个轮动 强势的一个轮动 那毕竟 指数的一个空间 就算它是做到这样创高 那毕竟指数的一个空间不大 那所以我想这个盘 是一个很标准 选股不选市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目前这个阶段就是说 其实为了老师 我们就说远的就不讲 这一路以来 我们带给各位的瓶盖个股 我想各位 你都已经赚得很开心 那相对于就是说 从近期 近期我老师 我们带给各位的这些标的 我想从上个礼拜 上礼拜拜 我们这样讲座 演讲会现场 我们直接分享给所有的来宾 跟我们在上个礼拜三 礼拜四 我们去直接赠送给各位 这个瓶盖的轮动个股 尤其这段时间 苹果瓶盖个股 是今天比较动的一个 一个状况比较理想 那在之前 我想都是形成一段时间的 一个整理 那我们也跟各位 做不断强调就是说 瓶盖个股本身 它都一样会形成 比较轮动 强势的一个轮动 那从上个礼拜以来 其实我老师 我们带给各位的操作 这个瓶盖个股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帮各位 去锁定唯一一档 就是6269台郡 那当然像台郡就是说 以在上个礼拜 顶的百败价 股价来到多少 122块钱 那这一天是我们刚好 演讲会当天 那后续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二礼拜三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直接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的话 或者说到我们这个 LINE AT去做登记的话 我们就直接送给各位 平开的这两个轮动 轮动股就台郡 我想那当天 上个礼拜礼拜二股价 122块钱 到目前为止 今天去4块 今天涨了4块半 然后股价在昨天 一样去做到让实际创高 这个都还是 涨势依然都还不做改变 那各位我想 短短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这个价差都已经拉开 二十几块钱的一个价差 那甚至就是说 我们在从上个礼拜 礼拜一以来 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公开分享操作 这两档标定 包括6274的这个像 台药的一个部分 从上个礼拜 連刷五天改写历史新高 昨天再度改写历史新高 那到今天 今天台药的一个部分 现在股价已经来到69块半 持续性积极呼呼 每天在做到让创高 那当然我想 短短一个多礼拜 这个价差都已经拉开 超过25%之多 那相对于一档 宏家军的这档 三四一三的这个设备厂 就是三四一三的这个 像京鼎的一个部分 京鼎今天又去四块 涨四块钱 那他在昨天一样 股价一样实际改写下历史新高 多头格局的这种标定 我想不仅仅月线不来碰 连都是沿着五日均线 在做一个强势的一个表态 强势的一个表态 都是五日均线往上 在做个强势表态 所以说你在这段时间 你好好跟紧我们的脚步 买到这些相对应的这些 包括像平盖的这个台郡 甚至宏家军的这个好像京鼎 这个六二七四的这个牌 要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大盘在做震荡 这段时间 大半都在心 我想这一两个礼拜 你积极呼呼 就你做指数 做大盘的投资朋友们 想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空间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阶段点 我们也不断跟各位做强调 买对主流 尤其我们要买的这种标的 全面性都是属于一个 叫做真正多头的这种 强势转折的一些个股 我想六二七四台药 各位你都已经看到了 每天创高每天矿高 我想不管你各位 你哪一天去做买进 你全面性都是赢家 全面性都是赢家 就是说平盖的这个轮动个股 我们在近期就帮各位聚焦这档台郡 我看台郡近期的一个表现形态 其他的一些平盖个股在做休息 那问题是说台郡 它是这个阶段点 涨势最灵力的一档平盖的一档个股 所以说这段时间 我想我们也很清楚的跟各位做强调 平盖跟这个所谓的宏家军 相关的这些标的 全面性都是主流当中的这个主流 至于就是说 如果这一路以来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如果说平盖跟 加上宏家军这些标的 你一档都没有去赚到 想必是非常非常可惜 那重点我想 等到就是说苹果这个iPhone iPhone8的一个星期 在9月份 没有意外的话 在9月份上市之前 在8月份延续到9月份 都还会有一个加到拉货的一个 急速的一个拉货期 那相对我想 平盖个股加上宏家军的这些标的 依然在这个节奏点 都还会是各位操作面临的一个投资组合 不可或缺的这些标的 那至于就是说 我们在目前这个节奏点 也跟各位做强调 指数空间不大 个股会做到强势轮动 那强势轮动这个前提之下 我老师我们就说你 如果说你这一路以来 不管是说GIS 四招你都没去队到 近期我们包括像台郡台药 起序公包括像这个金顶 你也都一路都没有跟上的投资朋友们 那我老师我们在今天 特别有开放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你仔细听 一定要做到好好把握 我们在今天有特别帮各位去锁定一档 即将启动的一档瓶盖 加上宏家军的一档标的 这档标的已经整理完成 会即将形成一较强势的一个轮动 那我们在今天这开放各位 一个世代一个体验 体验待进的一个活动 那你只要利用广告中的一个电话 打电话进来做个登记 或者说到我们这个LINE AT当中 去做一个登记 登记就是网址做个登记 那我老师我们就说会在明天 直接针对这档标的 我老师直接带各位来谈 这样比较贵 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基于这个就是说筹码的因素 我们就限定20个名额 20个名额 那各位你就无论如何 把握住前面这20个名额 那我老师我们在明天 就直接针对这档标的 你不会赚 我们直接带进各位 直接直接带各位来谈 这样比较贵 好那今天今天就到个段落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